大家好,这里是茶余饭后,点击订阅,让你的时光不再孤单。 健康与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话题。 自古以来,无论是哪一阶级的人物都希望延年益寿,有更多施展报复的时间,但还是抵抗不了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 而且,人一旦上了年纪,病痛更是随之而来,想摆脱都摆脱不掉。 就在近日,唐美云在社交平台上发文,透露高龄93岁的母亲唐冰森,在家中突然发生急症,被送到了家户病房。 据媒体报道,唐冰森本身就患有糖尿病,平时都是吃药控制,日前在家中突然出现呕吐,眼神涣散,呼吸急促等症状,甚至还一度意识不清。 女儿唐美云赶快将她送医急救,还坦言第一次碰到这样情况,当场被吓到不知所措。 禁院当下,唐美云发文称,哪怕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也没有用,只能在急救室外祈祷和祝福妈妈健康。 隔天,她再次发文透露母亲病况,说妈妈当晚就已经清醒,已经转到家户病房观察治疗。 不好意思打扰到大家,同时感谢了大家的祈祷与祝福。 说起唐宾森,出生于1929年的她,老家张化,是一位瑰宝级的歌仔戏小生。 小时候因为喜欢看歌仔戏,离家进入了台南紫云社的学系,不久成为当家小生,一名唐燕秋。 在紫云社的时候,她与蒋武童合作招牌戏《补破网》而萌生情义,结为夫妻。 后陆绪在雪甲、光华星与叶春星等歌剧团,也曾参与台式电视、歌仔戏的演出。 1972年左右,她开始专注于外台演出,并协助夫婿蒋武童经营保安歌剧团。 还曾与朋友合作经营秀制歌剧团,现改名为《武童歌剧团》,由女儿蒋春秀经营。 而她的另一个女儿唐美云,在歌仔戏界也是响当当的人物。 唐美云出生于1964年7月14日,是一位反串歌仔戏名领、金善生爵与三花等行当。 曾是和洛歌子戏团当家小生,1999年创立了唐美云歌仔戏团,致力于新编歌仔戏剧目,并尝试了很多不同的表演形式,演艺事业、设计电视剧、电影等多个领域。 她的母亲唐宾森当年是与赵美云等姐妹一同投入的歌仔戏表演。 父亲戏状元,蒋武童本名为森田一郎,外号青帆仔狗。 原为日治时期,在台日本人森田氏之子,父母托付于蒋臭,蒋无情夫妇抚养,后因森田夫妇传难,蒋武童岁流于台南。 蒋武童14岁拜师学艺,投入歌仔戏表演,二世出头传出名号,逐渐建立起戏状元的称语。 唐美云本无意投入歌仔戏表演,然而受陷于环境,自初中辍学,逐渐加入家中剧团帮忙。 1981年,随歌仔戏界组团前往东南亚表演,于菲律宾马尼拉受当地南管系师傅李祥时指导,回台湾后正式学习,接受蒋武童的训练,钻研文五声诀, 师从母亲唐冰森,文场咸手磕水墓学习唱腔。 后来,更拜海光聚校张慧川为师,学习京剧身段,并于歌仔戏唱腔有其独特表现, 尤其擅长杂念调、督马调,而有杂念载云的称号。 他早期还曾参加母亲所办秀制歌剧团,而后参与外聊拱乐社,主要在外台表演, 也同时在1980年左右开始跨入电视歌仔戏演出。 如今,唐美云可以说是相当有名的资深演员,不但时常出演八点档, 在歌仔戏领域更是同母亲一样,是领域内不可或缺的瑰宝级人物, 而说到他与歌仔戏的渊源,或许是一种命中注定。 因为父母的缘故,他似乎一出生就被赋予了传承传统戏曲的使命。 他在1998年创立歌仔戏团后,开启了与歌仔戏不可分割的缘分, 如今已经二十多年,之前还特别推出了自传输人生的身段, 写下与歌仔戏之间纷繁挫杂的爱恨情仇。 他在15岁时,因为看到姐姐脚上那双漂亮的绣花鞋,很是羡慕, 于是被妈妈拐上台,这是他接触歌仔戏的第一步。 后来有一次,对手演员漏畅,导致他接不到词, 整个人愣在台上,从那之后便大受打击,一度抗拒再站上歌仔戏的舞台。 到了16岁,一把硬骨头的他开始学起专业的歌仔戏身段, 但进入电视台后,却被抨击是谁找这个傻子来演戏。 受挫时只能咬紧牙根撑下去,不过幸好当时的他撑过来了, 观众才能看见如此精彩的表演。 虽是女人生,但唐美云扮起小生来毫不逊色, 台大戏剧研究所教授林赫宜更夸赞她是堪称当今最正的歌仔戏小生, 认为她除了美之外,还有所谓艺术表现的大气和精准到位, 是相当高的评价。 然而,事业有成的她已年过半百,感情生活却还是一片空白, 至今单身三十年,不过她表示已经嫁给了歌仔戏。 其实,自从唐美云二十岁开始,妈妈便不断催婚, 是到了这几年才渐渐看她放弃,而外界也不免好奇, 难道这么多年来她都没有追求者吗? 唐美云坦言自己并不是与桃花绝缘, 而是爱情从来不是她生活的选项, 还自暴年轻时到外地公演遇到了很多追求者, 但她全都没有接受。 其中,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在二十岁那年, 某次到菲律宾演出时, 收到了不知名人士送的花以及宵夜, 就这么持续好几天后,才终于得知对方是一个台商之子。 此人不止贴心,外形还相当俊俏, 是不输男明星的等级。 但理性的唐美云自认门不当户不对, 而且开出若要嫁人,妈妈也要一起生活的条件后, 对方觉得不可,知难而退。 她还认为,天底下没有哪个先生 可以接受太太一年365天都在工作, 自治不如婚姻也不会幸福, 所以还是不要自讨苦吃。 此外,之前唐美人的歌仔戏团 参与拍摄了《大爱电视高僧传》《善导大师》, 由他饰演成年后的善导大师, 只花了三年的时间就让长安城百姓念佛, 人人口称阿弥陀佛, 并且让城内百万人口断肉如素。 谈到吃素, 唐美云已如素近30年, 在剧团里,国家剧院里的演出, 都会用各种方法, 让团人感受吃素一样能好吃又健康, 同时传达素食也是发挥对动物的同理心, 尊重生命。 他透露,生病时因为要开刀, 自己很怕痛, 决定全身麻醉, 没想到麻醉退了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痛醒, 小小话一刀都痛得受不了, 他经常跟年轻的团人说, 动物在没有被知慧下被屠宰, 当下的惊恐, 害怕, 伤心都会散发出来, 而念及自己开刀会痛, 电影联想到动物也一样。 他因为戏曲的导引, 2011年曾短期剃度出家, 当时感受到心静, 学习到关照自己的内心, 跟随正言上人后也体会到多用心三个字, 每次心思纷飞时, 赶紧接回用心, 在每件事的当下自然而然就会有定力, 有定力就不会除乱。 善导大师为净土宗时机奠基者, 十岁入寺, 幼年历经战乱的他, 十分向往陶渊明作品中《桃花源》的美好, 法名善导, 是期望能导人善禄, 同归桃花源, 史称善导大师, 为光明和尚, 中南大师, 一生弘扬称明念佛, 本愿救度, 主张凡夫之机, 皆可往生净土。 而谈及吃素的动力, 二十多年前, 唐美云曾遇上母亲重病, 当下他便许愿如素, 希望将福气过给妈妈, 这也成了日后他如素的起因。 如素后的他, 不止身体感觉到少了负担, 连内心也变得平静, 无欲无求, 将生活重心权投注在剧团的推动, 甚至曾创下一年推出四部作品的最高纪录。 周围人总是羡慕他有清晰的头脑, 过人的精力, 即使日以继夜的忙碌工作, 还能保持良好的肤质。 而他告诉那些人, 其实这都是吃素的好处, 吃素让身体内血液更干净清澈, 也让人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 一个清醒的头脑。 还分享带着怨念的人, 其实才是深受其苦的人, 怨恨的巨大力量, 会让人不断地迷惘, 轮回生生世世, 得不到平静与自由。 这番话不但深深触动戏迷的心, 也足以证明他是一位修为极深的戏曲行者。 为了让歌仔戏这样的珍贵文化传承下去, 在许多作品中他都只担任剧中关键人物, 其余主角都是从新人中挑选, 希望他们有天也能独当一面。 虽然唐美云没有自己的子女, 但他却将剧团成员都当成自己的孩子般疼爱。 同时, 他也深知自己无法保护他们一辈子, 因此平日便努力把毕生所学传授给年轻人。 年轻人若执意自己闯, 他也会学着放手, 默默手在他们身后等着, 冷天送暖炉, 雨天送雨伞, 做他们背后最大的依靠。 很多歌仔戏迷也说, 多亏有了唐美云, 才能让歌仔戏如此美丽的艺术继续被更多人看见。 只是如今, 齐母唐彬森的病危实在令人揪心, 祝愿他能早日康复, 恢复良好体魄, 也希望唐美云日后能为戏迷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